大家好 说一个前两天的新闻 因为前两天在忙别的事情 这个新闻就没顾着说 既然周末就可以拿出来稍微翻出来说一说 阿富汗现在的执政党塔利班 前两天公布了一个新的法令 说禁止女性进入大学接受教育 法令立即生效 什么时候截止呢 他说在另行通知 此后有塔利班官员表示 说这个禁令只是暂时的 禁止女性进大学 那又等于什么呢 直接断绝了阿富汗女性的一个 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据这个半岛电视台消息 说这是阿富汗的临时政府高等教育部长 在阿富汗的内阁会议上做出的 说阿富汗的临时政府高等教育部发言人 证实说高等教育部 向阿富汗的私立与公立大学都发送了信函 要求大学根据内阁决定 立即暂停招收女性学生 他并没有说现在的这些正在学的学生 他们有没有权利继续读 还是说这课也暂停了 说并在正式实施禁令后通知教育部 就是你什么暂停了 然后你赶紧跟我说一声 这项禁令颁布于阿富汗女性 参加完高中毕业考试的几周之后 就是他还是一个补救性的 然后联合国的秘书长发言人 对此表示令人不安 然后他对半岛电视台记者表示 说这显然是塔利班再次违背了承诺 他说自从他们掌权以来 我们看到阿富汗女性的空间越来越小 不仅在教育方面 还有在公共场所方面 好吧 这是阿富汗女性在街头 走上去抗议 CNN的报道 然后联合国表示说 这是一项非常令人不安的举动 如果没有女性积极参与教育 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将如何发展 如何应对它所面临的所有挑战 这张配图 半岛电视台 就是叫曾经在课堂里 接受教育的阿富汗女性 然而半岛电视台称 塔利班政府为自己的决定 进行了辩护 称这样的限制 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女性荣誉 你就从他分析这两点 挺有意思 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他认为女性不接受高等教育 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是维护国家利益 就是 反过来说呗 就是说女性 接受不了高等教育 才是我们阿富汗的国家利益 他说维护女性的荣誉 他就说你们女性是不是 抛头露面 不检点 有声风化 感觉回到清朝了 说几名塔利班官员表示 禁止女性参与高等教育 只是暂时大 他们对下金令 给出一个理由 一 从缺乏资金 到需要时间 按照伊斯兰教的标准 重新修改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 修改到什么时候 他也没说 反正先升校 什么时候修完呢 我们再告年 可能修个十年 八年都修不完 至于说资金什么到位 没有 这很大可能 此外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 还限制女性 从事大多数行业 要求他们 在公共场所 将身体从头 抱到脚 在衣服之下 然后美国驻联合国 副大使 表示说塔利班 不能指望成为 国际社会的合法成员 除非他们尊重 所有阿富汗人的权利 特别是妇女和女孩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然后俄罗斯塔斯社表示挺逗的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在上面批驳 说美国试图推卸阿富汗局势恶化的责任 挺有意思 他直言 我们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同时采取行动 通过指责塔利班 造成该国目前恶化的局势 来推卸责任 他还谴责西方缺乏勇气 承认2021年8月15日 就是当时从阿富汗整体撤军 出现的事实 说既有阿富汗 有塔利班统治 必须与其合作 才能解决该国问题 毛子这个联合国代表 也挺逗 光喷美国 但是并没有对阿富汗的政策 作出任何点评 其实这也是一个 见证的时候 常用套路 假如说需要你回答某个议题 直面回答 最佳 然后这个问题 你要很难回答 觉得回答之后 对自己的立场不利 你就拒绝回答 并且攻击她的 你觉得可以攻击的地方 就可以了 好吧 回顾了一下 说这个阿富女被禁止 重返政府工作岗位 也被禁止使用健身房 公务员 等公共设施 就是这女性 你既不能在健身房 露脸 也不能逛公务员 政府公务员你也当不了 然后还要求 说公务场合完全遮盖自己 包括脸部 包括脸部 看看观察者网评论区 说不要对阿富汗塔利班 抱有幻想 但是阿塔 就说塔利班都要塔利班 但是实际塔利班 塔利班之间 差别还蛮大的 阿富汗塔利班 实际上 怎么说 非常的极端 非常传统主义 非常保守主义 有点极端主义 当然 怎么不否认 这比最初那个版本 塔利班 就是本拉登 911之前塔利班 其实已经算是 世俗化脱了 你知道吗 当时更极端 一帮原教旨主义者 而塔利班 塔利班之间又不太一样 阿富汗塔利班 搞不好和其他国家的 比如伊朗的 塔利班 不一样 那些政见 纲领 什么就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 所以各个地方 都因地质疑 你看 这个是高赞最多的 就是说明 至少观察车网 大多数人认为 他这个做法是有问题的 但即使如此 还是有61个彩 看看这个评论 也说 不做对中国不利的事 能一起做生意赚钱 以后能开发 阿富汗经历的矿产不就行了 人家家里什么事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13个赞 6个彩 这种观点 还是蛮有代表性的 他认为说 阿富汗现在好像 更没有共同利益 那这个时候 他们自己内政有些问题 我们就不要品头论足 这个观点 是蛮有代表性的 就是认为 只要是中国的盟友 我们就应该 更加的唯利是图一点 不要干涉别国的这种 算是他们内政 人家说 他们还是会走回头路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听其言 观其行 只给人道主义援助 他们是各种宗教极端分子 分裂分子之间 拉扯不清 跟美国也是藕断私连 中国已经人之一尽 给予诸多援助和支持 中国核心关切 他们一点没有实质回应 包括一些这种 两岸问题 他们就没做过一些 靠谱的正面的承诺 还经常有专门 针对中国人的袭击 中国又没有欺负 打压过他们 中国何必取投资源呢 就说我们中国 给你一些人道援助 虽然也许不那么多 但是也算是 毕竟白给你的 人之一尽了 我们中国的一些核心问题 包括一些独轮运 什么的 你们回应过吗 你没回应过 那你说 你怎么让我办 当朋友 他说 那你就别让塔利班 上台掌权 明明就是别人 国家内政 关你啥事 无赞无彩 咱们说阿塔现在各种所作所为 包括和恐怖分子 麦连眼区 欧端斯莲 和巴耶斯坦 边防进行冲突 等等 真的是看不到任何希望 这13个赞 就说塔利班 我记着刚夺权那会儿 很多人就说比较看好 塔利班也派人跑咱们这 就说来哥哥对对 咱们这也算是接见了 当时我记得外媒 还一直嘲讽 说中国我们接见塔利班 说的好像都 美国自己没见过的 美国自己 其实见塔利班的 这帮人见得比谁都勤 你要不了解塔利班的 那些相关的这种状态和历史 你可以看美国的美剧 叫国土安全 国土安全里边 其实对于塔利班 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 它有它的一个 当然这是文艺创作 它有它的一个视角 就是里边聪明人有 狂热分子也有 这帮人混一起 形成了塔利班 而美国的中情局什么的 他们其实对塔利班的定位 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现在其实是有谱的 他们甚至也形成了一套 他们对美国来说 行之有效的 一套联络网和联络方式 所以美国自己本身和塔利班 联系还是蛮多的 甚至在某些议题上 他们还能合作一下 对吧 让人说 不是抱有幻想 应该是如何利用 六个赞三个彩 说是的 帮他们买点这个松子就完了 搞基建啥的就免了吧 这个确实是 反正挺恶心的 对吧 还说这不开倒车吗 看看这个 有人说 中国倒是女大学生 比男大学生多 女研究生比男大多 可生育率直前下降 关乎国本的事情 怎么就时而不见呢 唯有一条 生产力决定未来 让女性24岁参加工作 30岁结婚 32生娃 还三胎 能不能怀得上 怀得上 就依靠医学技术了 四个彩 一个赞 按说 长久以来 阿富汗人民 自己坚定选择塔利班 我们不用妄加评判 如果阿富汗人 真的不满意 也是他们自己选择 该由他们自己推翻 轮不到外人 说三道四 也轮不到外人 好吧 这很有中国特色 也轮不到外人 以此为借口去推翻 问题是也没人说推翻吧 好吧 他们选择政府 西方在阿富汗滥杀平民时候 尊重阿富汗女性权益了吗 我国外交 向来不干涉他国内政 塔利班不尊重妇女权益 西方宣传的LGBT大于一切 就是真的尊重女性权益了吗 我觉得两个之间 哪个并不比了一个高级 咱们以此为鉴 自己择好自己路 就完了 反正这层论调也有代表性 就是说 你再怎么着 那是阿富汗自己事 对吧 轮不到中国管 然后呢 阿富汗就像这样 这么拉垮 也是他自己选择的 跟他没关系 是吧 说美国这个LGBTQ 这套做法 支持他们 就对吗 也未必对吗 就大概这个意思吧 然后有一个人不高兴 350 他说 官网标题起的真好 这个政策不就是缺乏资金 需要调整教学大纲 暂时停止吗 只能跟女性 不能参与高等教育一样 就阿富汗 这个穷的连口粮 都不足的现状下 有毛钱 不给大学教育 就算有点钱 也得挤出来 留给矿业和农业教育上 穷的当起回常 80个赞357个彩 我还很欣慰 就说官网这网 至少主流评论 还是觉得这种人是傻逼 该怼还是怼 好吧 肯定有人会说 要尊重人家风俗习惯 风俗文化 不知道 在这些人眼里 裹小脚 算不算 传统文化 你看68个赞 101个彩 好吧 就说我说我个人观点 你们也知道 我这个 就是跟前任分手之后 我对于这个 女权 LGBTQ 其实是持一个 负面态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其实会 确实像他们说的 会降低女性生育率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 说知识越多越反动 对不对 对 这是事实 女性就是接受 高等教育多了 他确实可能 就是心思也多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难道保生育率 就是第一 为了保生育率 就应该剥夺 女性 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吗 这是我坚决反对的 男女平等 不是一句空话 男性能干的事 女性也应该一样能干 对吧 当年毛主席 就说女性 能顶半边天 在任何公开场景下 都应该说 积极发挥女性的 参与劳动的作用 我认为这个是对的 人类的进步 一定是伴随着这种 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我前两天还在看 当年葛优拿干那影地的 那部片 活着 我看到那个女性 都是很能干的 男主角 像富贵 是吧 他老婆又拱了眼 那个角色 当时他被抓 抓这个 抓壮丁 然后被国君 给弄走了 然后在那儿演成皮影戏 什么的 后来不是跟 在那个解放军 就是被俘虏了 然后继续给人演皮影戏 后来回老家 回到家之后呢 他们阵长还出来说 就说 还出来你回来了 他第一次见到 他老婆 龚立也觉得他干嘛呢 挑这个 就是供水车 要喝热水嘛 每家有一个保温瓶 他中门把热水呢 给你送过去 每家里接两壶 就喝热水 对吧 就说 这也挺好 这也挺好 没有什么工作 说这个男性干得 女性干不得 当然不能一道歉啊 肯定有些工作 可能女性干得更好 比如护士啊什么的 女性更信心嘛 更有同理心 男的干 前头就操一些 对吧 但是反正无论如何啊 我认为你让女性 不再接受高等教育 这本身就是一种倒退 你像我这种 比较反女权的人 我说的天然女权啊 反天然女权的人 我都认为 说这个 绝对不能说这个 剥夺女性 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这个这个 是违反人类历史进程的啊 可能这么西方 一些水的民主自由啊什么的 这个我觉得 有在商榷啊 有在商榷 对吧 就是比如说 你说资本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这都是议题 我觉得那有的国家 选择社会主义路线 像比如北欧 对吧 那有的国家 选资本主义路线 或者混合路线都可以 这边没有一个定数 但是女性 应该接受高等教育 我认为这个 其实是正常的啊 是符合人类大规律 和发展方向的 对吧 你要觉得这不合理 你就举出一个来说 哎 这国家对吧 她的女性 没有接受高等教育 然后她发展的 哎 很好啊 很强大 你能举出一个例子来吗 对吧 你举不出来吗 对吧 当然我也认同一句话 就是可能阿富汗 她现在这个 整体比较落后 他们呢 基于某些 综岛因素 或什么因素啊 她对生产力 生产关系就那样 所以她觉得 让这个女性 不接受教育挺好 也许啊 咱说也许 也许有她的合理性 但是 你不能把这个事 给捅到明面上 而且我相信 她就是有理由说 这个我们生产力 生产关系就这样 就无法接受女性 接受高等教育 这对我们最优结 你好歹给出点论据出来 对吧 我看到是 压根不略是从现实的 还是从学术角度上 都没有任何证据 能支持这种说法 就说女性 实际上那个不参与 公务员啊 什么这个 不接受高等教育啊 更有于我们国家利益 你能拿出点证据了吗 反正我看不到 对吧 所以于情于理 我觉得这种做法 都是站不住脚的 应该是被我们所批驳的 好吧 这个生产率 我觉得该不该保 应该去保 应该去保 对吧 这为什么像美国这边的 像这个这个 这个共和党啊 右翼的福音派基督徒啊 哎 你瞧 他们就是现在这个 越来越是特朗普 他们就着我操 对吧 你美国民主党啊 把这个 LGBTQ 黑人什么的 就传本一起 跟我们抗衡 是不是 就是拉低生育率吗 吸收我们美国 这个昂仨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基因吗 是吧 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些 这种就是说 继续鼓励生育 进入传统生活 中国有没有未来 会走这种路 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就算是 美国共和党那样的 你说他女性 不都他接受 高等教育权利了吗 美国共和党也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这个阿富汗 这个搞得莫名其妙啊 好像是这个 我们就应该 回到越传统越好 女性在家 相互教子 带孩子就完了 好吧 只是这种政策人啊 我觉得就太太反动了 你不但就是反动 是这个塔利班 你对于我们中国的 传统的一贯的 一贯之的 这种政策 和一些价值观 你都没有做到说 这个这个 跟我们积极呼应 相匹配 好吧 我希望你们自我反省一下啊 行吧 这些视频说下里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 听小铃铛 谢谢大家